上班這檔次 上班這檔次 ... 餓, crossover 他們在那邊稀稀疏疏的 要不要忘記ей自己 自己小心 上司太亮點 SPY就在你身邊 要介紹來賓嗎 這個 明人圈的時飛中心 沒錯 我們歡迎他新座專家 維維安老師好 首錄喔首錄 對第一次錄 而且我最知道大家的八卦 因為大家的感情問題都問我啊 對 很清楚的 資料集散中心 對啊 小飛哥 八卦八卦我先掛 好的八卦讓你上天堂 不好的八卦讓你住套房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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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八卦是由他開始的 對 加油 他是圓頭 他是我們演藝圈八卦的圓 我否認 我否認 每一看記者會 我是為了無斗米耶 你最討厭到人家試飛了 真的 真的比前面那兩位我真的是信他 真的 他的資料一點都不獨家 真的真的 我是為了工作 八卦應該是你的身材工具吧 我們歡迎文文請 歡迎 歡迎 你看 我覺得我們講八卦就是謠言指揮部啊 對不對 所以這三個都是指揮部的幹部 我算是終結者 你是終結者嗎 對 你會讓對方還原真相 就是說把八卦 如果真的是八卦就讓他 很頓土土喔 你是終結者就對了啦 你像黑人 如果人家八卦你的緋文 你感覺如何 你變成八卦主角啦 常常呢 對 其實我還好 因為我戀情 戀情就是那個 透明化 對啊 沒有好乾喔 好乾喔 無趣 比你還乾呢 無趣 無趣 然後他就去普通當攝影師 他說欸 以前我在那間狗仔隊的時候 我們一直要拍你 而你要給我錢 我說為什麼 因為拍你都是罰單 你隨隨回波 回轉啊 什麼 斷停車啊 什麼的 對啊 很難有一些有的沒的 可是黑人是傑身自愛的啦 發不出什麼東西 我先說他那麼久 想要抱一點料給你們都抱不累啊 哪一天我跟你來一段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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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 你幹嘛臉紅啊 臉當真啊 臉 是當真啊 有在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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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畫面 有畫面 我是不能讓開玩笑 不要讓開玩笑 對不起 我不好我長輩 是我不長輩 我講這個時候就對不起啊 我看一下TVPS民調中心 這是民調中心準的喔 這完全的喔 對 你要看這樣本數很高的喔 就是說你上班族為什麼要聊八卦呢 結果你看一下 我們先看這個當主管的老闆的 竟然47%最多是為了要解決問題 粉紅色是代表老闆 對粉紅色是代表主管 然後我們來看綠色 綠色是代表員工 最高的是 37% 聊天姐妹 拿人家八卦來解決問題 無聊嘛 一定要的啊 一定啊 那你就不分主管或者是員工喔 全體 真的就是聊天姐妹 好像這次變成 錢客牙 一定要聊兩句 他一聊兩句話 講他兩句就很開心 這是TVPS民調中心做出來的 對 好鬼 這個也是TVPS民調中心做的喔 就是說你最近一個月你的同事不在 那你有沒有聊過同事 好可怕 我們來看一下 千萬不要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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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怕了 74% 我們看下面 喔年紀越長的 對 反而不聊喔 越輕的是 常常會聊 年紀越輕的 年紀輕的長 因為小朋友沒什麼道德感耶 他有興趣了 因為他們 有些年輕人不知道 其實聊八卦 有時候人家會刻意迴避 是他不想聽到 對 臉的粗包 對 從你嘴巴出去 經過很多事他知道 這些是沒有意義的 對 他還不如早也回家再講 還什麼的 所以長智慧囉 50到59 反而是很重要 所以會聊八卦代表你年輕啊 喔 對 你拿這個當 超愛說的 年輕的話 對 今天維文安老師啊 來這裡 我覺得當然就是星座 有星座也愛聊八卦的排名 有也是有非常多 而且我們待會還會做一個心理測驗 還會告訴大家 誰是最愛聊八卦 其實我們現在就來做這個八卦指數測驗 沒問題 我們的題目非常的簡單 就是呢 有一天你在海邊的時候 你突然發現了一隻 會說話的海豚 哇塞 長得可愛又會說話的海豚 你的直覺 他會跟你說什麼 第一呢 他會跟你說 我是一隻超級可愛的海豚 第二呢 第一他會跟你說呢 喔我告訴你 我身上有一個非常古老 而且神秘的印記 第三呢 這個海豚會跟你說 我告訴你海底世界真的好危險 第一呢 他會告訴你說 我其實本來不是海豚 我是人 我是被巫婆嚇咒才變海豚的 喔 所以大家以直覺來選ABCD 可以測試你是不是八卦 好 還大家清白 好 A 我自己是可愛的海豚 舉手 A 我們可以選吧 我們可以選吧 A 可以選 B 我背上有著特殊的印記 有 千年 有 C 海底世界是很危險的 欸 C 疑心病 疑心病 對 那 我跟妳吃飯 直覺嘛 直覺 直覺啦 沒關係啦 我是被巫婆下詛咒變海豚的 郭大哥 好不細喔 我覺得他是美人魚啊 你怎麼這樣說 對啦 直覺嘛 其實你比較偏向A 我們從A開始看好了 我們做記憶生最重要就是 揭開答案之後 千萬不能說 啊我其實剛才本來想捲那個 對 就是一點異形都沒有了 好不好 下好離手 下好離手 答案下好離手囉 OK A呢 就是呢 我就是一隻超級可愛的海豚 這種人喔 他是屬於比較單純性的人格 對 太準了 我跟你講 等一下 我都被誤會 我都被誤會 就想選這個 真的 我想錯了 這個 這個八卦 他內心都很單純 真的 他就是看到什麼就是很相信 人家說什麼 他就說真的喔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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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夠準的 他那頭頭看就是 真的假的 怎麼會這樣 對啊 那這種人的八卦指數呢 沒有那麼高 大概五個口號可以 真的 真的喜歡八卦 真的 真的 有什麼缺點喔 就是 講什麼人家就信號 可能新聞報道什麼 他就相信 比較會一面倒 真的 可能我先跟他講他就信號 那他就跟他講 好傻 好謙虛 沒有判斷那個 這種人是不是容易 嚴查的 對 容易 而且這種人容易被告話 會被告話 比如說我跟他說不要跟他講 我剛離婚喔 結果過了五分鐘 人家說講嘛講嘛 他就講 好 真的 手不住 被利用 我們來看呢 第一就是我身上深刻的印記 現場也有很多朋友選的 這種人呢 他是屬於 你叫眼見為平 他要看到才會相信 所以他會看了新聞 看了八卦 他會再想一想 然後再去求證 所以這樣子其實是還不錯的 叫科學醫師 科學一點 所以八卦指數 閃斯哥這個厲害 現場有幾位就需要去 所以我們把八卦告訴他 就是安全的 安全 那我們來看 現在呢 海底世界很危險的 兩位主持人 他沒有 我剛剛是A啦 這種是屬於 比較恐懼型的人格 他是屬於 唯言師 哎唷 唯言師造手 唯言師造手 你看你 他是會害怕的 然後常常都會受到一些影響 比如說人家說 這公司要倒了 這個就是想要趕快上人力網 趕快去找 知識性比較小心 對 比較小心 可能人家跟他說 哎 某個國家現在有政變 然後已經政變了兩年 他還是不敢去 他覺得很害怕 這跟我很像 對 會有這種感覺 所以這種人呢 其實呢 他的八卦指數呢 是75分 他也很好心 他公司快倒 他想趕快告訴我 你聽說 公司快倒 真的 第一呢 好 第一呢 就是 背下的魔咒 我們現場有來賓選的 讓人家很難以想像 這種是屬於幻想型的人格 天啊 自己以為被陷害 這種人呢 就是什麼題外的八卦 他都相信 譬如說 他明明認識黑人哥十年 可是有一個很離譜的八卦 他還是覺得 人不可貌相 說不定人家豹媽還人來這 黑人哥其實是女人 他是女的 什麼比喻 這什麼可能 因為他是天馬行空的 什麼都行 這種八卦指數 沒有啦 很厲害 而且這種人 他事情特別不好 你跟他說 離過婚三個小孩 他一轉手 便離過兩次 這位加油加速 對 他會把 轉不轉 可能是黑人哥八卦 融合在一起 然後變另外一個八卦 哇 剛才是誰 是誰 是誰 可是他不是自己女生 欸 可是他不是自己女生 就女生叫Cone 你在辦公室有喜歡長八卦嗎 會啦 就是我如果聽到八卦 我如果聽到有八卦的話 就譬如說 譬如說第一手啊 不要 第一手 那個最近好像 我聽說 他低手最近好像跟橘子在一起 那我一想辦法 平平正有 我就不會讓這個八卦 停下去 我會一直讓他想辦法延續 我說 喔橘子 那是過去的事情 他後來都已經 他跟Kitty在一起 你都不知道是不是 他延續 這個八卦還是不斷地延續下去 你會獲得什麼 不會 我覺得蠻爽的 你看 哇 我把你見到一個好朋友 成玉琳 加油加速這樣 他可以把那個北東人的故事加帶一起一起講 他太誇張了 真的 好現在我們對來看有一個調查 就是說八卦的時候呢 談的是別人 現在不是談你對不對 那你的反應是什麼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問卷調查好不好 比例上最低的 3%的呢 是 在旁邊聽 比例最低 然後再來呢 也只有3%的人 是屬於 智子 智子 比較少 不要講 智子很少 智子很少 他也不想掃小 最多就掃小 他還是最重要講到的是自己的 他還有好朋友 你會說不要再講錯 那是有正義感的人還是蠻少 好接下來提定 14%的人是怎麼反應呢 偷聽 不答 但是旁邊在偷聽 會不會 會不會 會 一邊在補粉 一邊耳朵會不會 而且我覺得最可怕的 這種人是誰 你知道嗎 就是化妝師 對 化妝師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我太多深切的體驗 一般你知道 一人在化妝對不對 然後比方我跟那個小飛在聊天 他們都不講話喔 一樣幫你化妝啊 貼假睫毛啊 吹頭髮 可是我為什麼說 他們通常是一個傳播站 就是呢 下一個 比方說下一個節目 回彎老師來了 他就說 欸我剛剛好聽到一個八卦 我就曾經碰到這樣子 我成一個化妝師就跟我講說 八卦舉動一出 再震驚的人都抵擋不了 最討厭你要講八卦是這樣 我曾經他就是錄影嘛 然後我只是跟旁邊來賓講說 什麼詞呢 你知道嗎 侯昌明算是不八卦的人吧 他走遠遠喔 他還在化妝間喔 他馬上衝出來 然後就你們講 有一次啊 我來錄影的時候 我在化妝 然後呢 那天因為之前 我去拜拜 然後拜拜呢 身上有香味 然後那個化妝師就說 欸文文姐你今天去拜拜喔 我說對啊 他說那你都拜什麼神 我就說 我都比較常拜觀世音菩薩 或者是那種母娘 像媽仲那種的 他說 跟你講 你要去拜那個啦 我說拜什麼 他說你知道嗎 天后啊 欸這個你們會那個B掉嗎 你知道嗎 那個 都去拜五天耶 B B 這個一定要B掉喔 好 好 我覺得連打馬賽克比較安全 然後我就說 沒有我就說真的 他說對啊 你們有沒有覺得他 整個好美好漂亮 那我們都知道其實呢 在圈裡面比較有名的是哪一個 那個狐仙 就是一個狐仙堂 大家知道吧 長春路嗎 夜姓的那個 夜姓的那個 我們就不要幫他打廣告 夜姓的狐仙堂 他還跟我講 他說 他很接近叫做 博士 是在陽明山那一家 喔 你要拜錯了 對 他說你一定要去拜那一家 而且呢 他說我剛剛講那個小天后啊 欸那應該算是有點 他跟摩托車去拜的是不是 那一次 不是啦 他不是有一次 新摩托車去養明山嗎 對 然後他說那個小天后啊 每天喔 他說 王姐其實很簡單 每天就脫光裸身 然後呢 跟這個狐仙啊 就是神靈交會 對 然後就會越來越美 欸那化妝師為什麼會知道 他就說因為他在幫他們 梳頭的時候聽到的啊 所以我就說 真的啦 所以八霸站 很多是紅化妝 很多 對啊 還有你在傳簡訊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傳簡訊 可能大家會看到一個新戀情 傳簡訊你會自己偷笑嘛 其實你如果沒有貼那個房頭盔 他從後面是看得很恐怖 對 你知道嗎我就知道 一個有才的 蠻有名的製作人 他就曾經跟一個女藝人在一起 對 可是這個事情是怎麼傳出來的 對 對 這不能講 這不能講 是 這個事情怎麼傳出來的 你知道很可怕的是什麼 他說那天那個製作人 他好像那個手機沒有電 他就說那個化妝台 他就說請我放一下 那我放在這邊充電 他就去忙了 哇 可是你知道嗎 那個電話就一直想 那剛開始老師說 你不會想 你不會想去看 可是一直想 你是不是想去看一下 到底是誰打的 到底是誰打的 就是一打 上面有顯示對不對 他們說 咦 顯示一個女藝人的名字 名字 那就算了嘛 那因為大家都可以跟他聯絡 因為他是製作人 對 可是要死不死的是 那製作人來了 因為從頭到尾那個時間 就那個女藝人打來 他就回播了 然後就在那邊說 寶貝 什麼的啊 小我嗎 很漂亮啊 都起來就很厲害 對 然後他們就 他大概說 哇塞 那製作人吃好好喔 對 可以講嗎 不可以 私底下在講 所以我就想 就是化妝師講出來 而且我真的 會讓人家 很想跟你做朋友 對 你都是拿這個來做朋友 這個化妝師 我跟那個Kona一樣 是那種 會加油添醋的 哇 算是不得了 算是不得了 等於就已經把新聞稿 就傳給你們了 對 加油加速都來了 對啊 偷聽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有14% 都是偷聽來的 下門主你們會偷聽嗎 Gena 你是偷聽的嗎 蛤 偷聽 我們辦公室裡面啊 就會有個吸煙區 所以呢 有些人他明明就不吸煙的 可是他偏愛更 還要過去 就想要去聊天 一定要聊一下 真的 而且有時候八怪就是 社交的一種方式 真的 互相交流啦 如果他不抽煙 他在那邊人家不會覺得奇怪嗎 不會啊 他想要口香糖啊 厲害 就要想要休息喝咖啡這樣子 放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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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一個那個名字做的他的公司 他的鮮區只有兩個人的位置 後來有一次我聽到他的名言 他說 齁 這公司的事情都對那個 吃婚的地方傳出來 所以那吃婚的地方 不會這樣做太大 只能占兩個人這樣 真的 對他兩個人 然後兩個小椅子 真的 接下來 二十六的是什麼 這麼高比例的是 加入 一般好像蠻多是這種 對啊 都上去 講兩句這樣子 對不對 加入討論你們會這樣嗎 小兵 當然會啊 因為 你的臉就是蠻八怪的 真的 因為有時候其實 他每天一定要討論 找不到人討論還照進行討論 是因為我的狀況是這樣 因為我們有一個很討厭的樓館 然後他就是只要有新來的 貴的那種妹他都要拔 然後可是他平常做事的手法 我們都沒有很喜歡 然後我其實也是 我真的沒有很想聽 可是如果人家不聽人家就說 你幹嘛 你不是也很討厭他們 裝什麼清高什麼 然後就想好 就加減聽一下 結果直到他現在 的那個 心來拔的妹是我的朋友 然後我就莫名的變成八卦消息來源者 結果每天都要發佈他們的Facebook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最近又幹嘛 去哪裡打卡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要回報給大家 我也是逼不得已的好朋友 他要拔他 然後我們狀況最近很密切 而且到底要八卦是一種 共犯結構 對 因為你也有份 就你也是這一國的 我覺得在 剛剛有講到說 其實它是一種Social的方式 然後的確 如果你在同一個空間 像我們在辦公室裡面 你說聊藝人的八卦那個事 你怎麼聊都沒差 但是如果是聊公司裡面的事的話 同事就麻煩了 對 尤其是說 像我們當主管 然後比方說 我就看到我的幾個記者 你是還監視器看到嗎 那我是當場看到他們這樣 最討厭人家講八卦是怎樣 欸 太明顯了 天啊 天啊 還要明顯一下 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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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太明顯了 那你就想說 你不想注意都不行 真的 因為他的視線一直在看你 那 那請問他看你 意思是說 你要我過來加入你的討論呢 還是你在講我呢 我想說我索性就過去一下好了 對 結果你一過去馬上彈開 你加一巴掌 那就是講好了 對 那是不是已經講了 對 我剛志偉那個動作啊 是一個習慣動作 對 對 我也是跟一個朋友在車上 車上只有我們兩個人 然後那個朋友講話就一直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說 有事嗎 車上只有我們兩個人 幹嘛 他都OK 他會講說 心虛啊 心虛啊 他說 我老公裝了一公司 在車上 在車上 遇到八卦必定加入 好像是這種 我會很開心 那我心情是怎麼樣 最會喜悅嗎 沒有啊 我問老師你講一下嘛 他最會加入耶 他知道很多 沒有我覺得我有一次 是比較慘的經驗 就是呢 大家都在講某個通告藝人的壞話 因為那個通告藝人那一陣子非常的紅 所以呢 化妝間就有一台電視 轉來轉去都是他喔 所以每個人都把他講得很難聽 把他身家背景調查很清楚 那因為以我們的直覺 這種事是不要加入的 所以我就一直補妝 後來他們就說 老師 你說對不對嘛 對不對嘛 然後我就回了一句話 我說 哎呀演藝圈不都這樣子 這應該很OK吧 後來呢 他們全部的人 因為我的不加入 他們就跑去跟那個通告藝人說 這一切都是人家的 好好喔 有一天在我家半夜 看著老闆的節目 看到通告藝人 通告藝人說 路航來的心酸淚 他就說他曾經 被一個專家重傷過 這下我就八卦 我就做好椅子 然後講了好多 然後我都覺得跟我無關嘛 因為真的跟我無關 後來他主持人就問他說 到底是誰啊 他說就是英文名字 跟徐若萱一樣 哦 那 那 名字是疊字的 疊字 他就很明顯了 然後講完他就落淚了 還到落淚了 他說他覺得很難過 因為他一直覺得 每次看到我都很nice 都跟他打招呼 沒想到我是這種人 你要不要借這個機會 成績一下 對 我就要和誰啊 後來有跟之後 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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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字也是有疊字的 對 然後我後來遇到那個藝人 我就跟他說 你知道我的那種人 就是我就會跑去跟他說 欸 某某某 我跟你講那件事怎麼樣 他回我一個很敷衍的微笑 說OK啦我知道 沒問題沒問題老師 你放心的 然後那個敷衍的微笑 讓我很受感 因為你會覺得 他根本沒有聽進去 是現在都還沒有好 沒有 現在大家還是表面 就是hello啊 是OK的 就是 可是傷到了 對 但是我沒有 啊 這麼恐怖啊 真的 小本子 小本子 你想明則保身 或傑身自愛也沒有用 就是連回嘴 跟一個表情都不好 還是會惹過上身 那就乾脆一起加入 對 好像不加入會惹過上身 對 他是最嚴重的 好像變成 源頭變成 是嗎 對啊 我們已經講完了 你們已經借這個時候 跑到什麼 你借這個時候 你借這個時候 收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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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就是有一些朋友 有把我們就是弄和好這樣 但是我仍然認為他 表面上的和啊 心裡已經受傷了 對 破掉的禁止和臉 你說是誰啦 不能講啦 比手畫腳 你猜 幾個字 比手畫腳 看一件事 撤一件事 第一件兩顆字 第二個字 第三個字 第二個字 第二個字 三啊 二 三 三 六 高材生玩比手畫腳 一下就猜出來八卦主角喽 这是红线 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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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 扣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扣 啊 那是什么呢 扣 这一集我看得太多了 猜一个字 第一个字 第二个字 第三个字 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 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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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 扣 什么东西啊 绣 绣 啊 啊 什么啊 不是 太绝了 我们的洞 有 有 有 是 有 喂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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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 從小 第一名就會這樣 他當作的行為就是 阿尼波特裡面的妙麗 真的很八卦 每次都講完一句話 他說 欸 我找誰啊 真的 可以問 百分之六是 加入討論 那36%的是什麼 你是這裡面問定料它最高的 大部分的人是怎麼做呢 我來看 避開 不可能輸了 剛剛我覺得 這是有公信力的 這個避開 可能抽象調查是年紀也是稍長 真的 你們都不避開了嗎 我覺得在裡面啊 最有經歷的應該是corner 可是你卻不避開 他就屬於那種所謂的老花店 越老越瘋狂還會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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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因為我們有社團 他最會聊欸 千...千...千... 我...我是避開的 你會避開的 我整個就...除了 哪有啊 讓他講一講... 讓他講一講... 我是避開啦 你怎麼避開 我是...我... 你看吧 說不出來吧 你要講出來 我從做善跟在平常是不一樣 我當初是...就是進去公司啊 然後在同一個場合的時候 我不想聽也得聽 是主管帶頭一起講 哇 對啊 那你... 主管八卦 對,我主管超八卦 三八主管加三八 是大家一起... 你現在不是在講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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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沒有... 一直啊,當然要講... 他離譜喔 對 他離譜是屬於B到旁邊 然後開一個聊天室 對 對 我們天傳的AVV有一個聊天室 也是開開的 然後... FV有一個社團也是開開的 然後... 他就抓進來的 他普安剛主導人啦 對... 對... 可是... 像剛剛維安老師講說 一句話不能搭槍喔 我...我沒有搭槍喔 我是真的避開 可是... 這社會... 是過天我大病 因為我就是... 深受氣態 我避開喔 假設說這是老闆娘派 這是小三派 那兩邊那種... 我避開這樣不行 因為我被兩邊討厭 她以為我是她的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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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有時候還要表態 還要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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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跟很多... 名嘴要逼你表態 其實有一個經驗 就是... 也是在畫中間 然後那個時候呢 比方說某甲 比方說你 好...我... 跟另外一個 死對頭就對了 假設說... 誰啊?死對頭 他死對頭是誰啊 他剛剛也有講嘛 對... 為什麼...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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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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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一次呢 比方說我們在化妝間 然後... 因為他比較不會主動講什麼 然後可能別人主動會講什麼 可是呢 那一天我就坐在旁邊 我坐...我坐在中間 然後呢 比方說有一個主持人坐在這裡 然後另外一個主角坐在這邊 然後他本來就隔著我 在講... 另外一個人的不是 你看他多...多怎麼樣多怎麼樣 然後我就想說我坐在這裡 因為... 光是在化妝嘛 我想說... 我坐在這裡 你說沒聽到 那一定不相信 那天在場很多人都聽到嘛 然後... 假設是文婉 他就來問我說 聽說... 剛剛那個人在化妝室裡 講我的壞話 這樣... 對... 你要跟他講說... 有還是沒有呢 譬如說... 因為我跟... 假設我跟另外一方也很好 我如果說有 他就去找他說 剛剛志偉跟我講說 你講我壞話 對... 他有時候是故意去套話 然後說你已經有... 人在氣口上他不會保護 對... 真的... 然後你就... 我不是講他啦 我舉個例子 他舉個例子 我現在講的重點就是說 我們喔... 聞到八卦的味道 或聽到八卦的時候 你真的沒辦法憋住不說 你不說的秘密你會憋死 然後... 不能說憋得很難過有沒有 小飛哥有沒有懂 對... 那個... 節目要停的時候 最不能講 好... 好... 對啊... 剛扣 就是... 像我們在做節目的時候 有時候是當天錄影的時候 被叫去樓上那個開會 跟長官... 電視台長官開會 他跟你講說 今天就是錄最後一次了 什麼原因不知道 好... 然後下來之後 只有你自己知道而已 還有電視台長官知道 可是全部的人都不知道 可是你又不能講 為什麼 因為一講了... 一講了大家的... 錄影的情緒都會變很低嘛 可是... 就是... 曾經有一次遇到一個 那個... 新的那個電視台的監製 他不知道這個規矩 然後他... 他一進跑就說 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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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的 我到現在還憋得很痛苦 那聽我把你塑造給我 不要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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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文文姊 你跟我們之間 我們幫你當自己的 對 你說出來我們要 我們全部男人都不會講 誰跟你自己的 很悲慘 壓力要講出來 那我 好我要講說這一隊呢 你背對講吧 背對 你不要亂講 你背對 我當自然不去 我幹嘛被他揚摸 你不要亂講 不要亂講 不要啦 要被聽啦 要要要 還蠻想講的 沒有 可是我人絕對不能 那個要逼掉 我剛剛講到的 這一隊呢 他是在圈裡面 非常非常有名的副子黨 然後呢 他們在歌壇有一定的地位 謝雷跟謝小玉 不要亂講啊 不是啦 不是喔 不是不是不是 跟著出來很感人 那重點我是覺得 他們父子情深 而且我覺得在演藝圈的成績 大家也都非常非常的認同 好 那有一年呢 他父親過世了 然後呢 不知道他是誰 然後他就 然後他就 然後他就繼承了很多的那個 繼承了很多的那個遺產 然後後來讓我很驚訝 我就覺得說 欸 繼承了很多遺產 那應該可以找一個 對 很好的伴啊 結婚啊 或幹嘛 以不諒解 反正找了一個很好的伴 後來呢 讓我覺得很驚訝 那個大嫂告訴我說 其實他跟他 並不是那種 所謂的真的有什麼 血緣關係 蛤 他們兩個是道具 蛤 蛤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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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 哥哥弟戀 這樣聽懂嗎 然後假裝是他兒子 蛤 聽懂啊 我真的 他們在表面上是父子 就其實他們是一對戀者 很怪他單身 他們是Lover 把我嚇壞 他這樣 真的我不好相信 他怎麼掛自己 我管你的 不要問那麼急 我是嚇死的 維維老師 來 一定要從星座的角度跟他講 辦公室裡頭的星座 帶給什麼八卦角色 好 我們來看呢 在辦公室裡面 你一定都會先知道大家的星座 現在很多職場 也會用這個來找員工 所以呢 你知道什麼星座 就知道他的八卦特質 就知道要不要跟他講 首先呢 如果呢 你有火象星座的同事 主管跟老闆呢 這是指一擴張者 就是說呢 他會把事情加大 因為他認為呢 把事情傳輸出去的時候 如果沒有戲劇的爆點 他覺得講得很難過 所以他永遠都在演男主角女主角 一個小的八卦 他告訴別人的時候 一定要把他加油添醋 好像比較有故事情節 對 越黑風高的晚上啊 背景的情節啊 女主角穿什麼衣服啊 他的神色如何啊 所以這種人呢 八卦指數 哇 哇 四十色手 我們現場表現 四十色手 要特別小心 維維安聽到自己的八卦 反應應人是安咧 於是他們就開始講 哎呀為什麼維維安可以去啊 什麼的 結果他們的結論是 我跟製作人想 可是那製作人是 所以這種人呢 八卦指數一百分 哇 四十色手 喔 要特別小心 風向星座的雙指天秤水平 現場有三位喔 有幾位 這個呢 是屬於呢 收集者 喔 他們的腦袋喔 就跟電腦一樣 他會收集很多 然後聽無純心 然後整理出重點 然後很簡單快速的告訴你 啊 假設你離開台灣一段時間 不知道現在到底 那一件事發生如何 你問他五分鐘之內 得到最準確所有新聞彈性 喔 這算還蠻不錯 而且反應非常的靈敏 跟Google一樣厲害喔 他是人工的 他比過張好多 對 所以這種人呢 非常的厲害喔 他是屬於九十九分 喔 那不只 張安你從好的方面 想你一進到公司 你先認識這兩個 我想你都知道 老闆是跟誰在一起了 就不會做錯事啦 對 好 那來看 雙魚巨�蝦天蝦的呢 這一個呢 是屬於影響者 就是他會影響別人 因為他講的時候 有帶情緒 就說欸 我跟你講那誰失戀真的好可憐 想到你都想哭了 然後 如果人家失戀跟他講 他也會自己很想哭 感同身受 想到過去的戀情 所以他是會被影響 而且這種人喔 如果你告訴他 有人不喜歡他 他會很難過 他會傷心 他會覺得為什麼這樣 而且他又不求證 我終於這些天線 又不求證 所以這個呢 心情會沮喪 70分 70分 對 摩接機牛 處女的呢 像我們主持人呢 這個呢 沒有任何 我是處女耶 對 對他來講 他平常 比如說假設他住大安區 那其他地區的房價跌不跌 他就覺得跟我無關 除非會連帶效益 或是他在行政部門 那業務部門有狀況 他也不管 因為他覺得跟他無關 所以他是只聽他要聽的那個部分 那而且很怕聽八卦 所以只有20分 八卦告訴他就好了 這個準 我覺得這個很準 他就是這樣 我親牛做我 我真的很不喜歡這種 就很明哲保身 我也是 只要有一點危險的東西 我就閃 歷斯唯恐對線 我錯女啊 真準 你是另外 錯女 錯女不準 好 剛剛講的是 你講的是同事別人的八卦 對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全世界最不好笑的笑話是什麼 自己 那個笑話 那個笑話就是 主角是你自己的時候 你絕對笑不出來 你下次別人都很好笑 對不對 所以今天重點來了 來了 今天八卦的主角是你自己的時候 該怎麼辦 你的反應是什麼 我們看一下我們TVBS的民調中心 8% 3% 這都比較少的 對不對 我們看9%的是什麼 小話題 太尷尬了 小話題是9% 21% 這比例就蠻高的囉 怎麼做呢 旁聽喔 對 自己在旁邊是自己的八卦 就默默聽下去 可以當糾察對 這裡不對 或者是補充說明 我自己啊 就曾經有 就是公司有對姊妹花 然後他們很喜歡講家八卦 然後我也之前都常常在旁邊聽 然後聽到最後就等到我離職之後 然後我就聽到他們在講 就是別的同事跟我說 欸 優美你知道 其實那兩個姊妹花 其實在之前在公司的時候 就傳你跟哪個同事上床 這麼真實的事情 怎麼直接跟你講 然後你當下聽的是 我當下聽的是 我就說為什麼會講這種話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只要我跟誰出去 他就說我跟他有一腿 然後我後來跟 就是被傳跟我上床那個男同事 我就跟他說 欸 你知道你曾經被我傳 你曾經跟我傳就是被上 就是我們兩個互相也有 我跟他 我跟他有這個關係 然後他說好可惜喔 連手都沒聽到 然後被傳這樣子 然後我自己聽到 就覺得不舒服 公司只會有一個人是喜歡 編謊言人 對啊 我家園家出了 那整個公司那就會完蛋 對啊 然後我就被 我後來才知道 我那時候在公司被傳得很難聽 演藝圈很奇怪 大家都喜歡在更衣室 跟廁所講八卦 可是廁所明明就有五間 你難道不會覺得裡面會有人嗎 想看看 誰講人家美金 對啊 我有一次就是在更衣室 就是門關起來在裡面換衣服 那但是那個衣服很難換 所以我換很久 所以外面人是以為裡面沒有人嘛 於是他們就開始聊 他當時有一個節目 那個節目是不找固定來賓 那剛好那一段時間 我跟他們配合有一個月的固定 於是他們就開始講 哎呀 為什麼 維維安可以去啊 什麼的 結果他們的結論是 我跟製作人上傳 可是那製作人是個女生 我和製作人是個女生 然後那個親人有六個女生 然後他就說 該不會每一個都有吧 那我問這個通告六個 會不會太累 對啊 這個時候我已經快要 通人而出了 這個時候他們又說 可是那節目聽說通告費不高 好 那不是就是大家都有一定價碼嗎 那為什麼 聽說他一個月配合會有點打折 那這是很正常的事情嗎 然後他們就說 哎呀你不知道他家超有錢 他不缺 他出來講星座 是出來玩的 然後這個時候我就把門打開 然後那兩個人到現在看到 都很害怕 是藝人嗎 就是藝人的助理 跟一個藝人的經紀人 然後另外有一次是在那個 就是五間廁所的其中一間 也是兩個藝人在聊天 那因為我附近的朋友都知道說 我跟我爸感情很好 那那時候生日 爸爸就送了我一個包包 那我就很自然的說 哎你看我爸送一個包包 但這包包送的有一點不好看 因為老人家的選擇 跟我們不一樣 就這樣講 結果後來關起門 我就聽到那兩個藝人說 應該不是爸爸送的 是乾爹送的 天啊 媽媽也想太好了 他講成你藝人到現在為止 看到我 就是你知道 轉身就 怎麼常會有人講惡毒的話 這個不是八卦 這是造謠 對 而且我打開門 才說你哪隻眼睛看到了 然後那兩個就說 沒有沒有沒有 沒事沒事沒事 所以其實藝人的助理跟經紀人 是蠻危險的 是很危險的 好再來 26%如果談論自己是什麼 避開 沒有勇氣聽吧 就像那個化妝精的例子 我問過一些藝人 他們說他們都會躲在裡面 對 避開 他33%最高的是什麼 33%最高的是什麼 33%最高 你猜是什麼 鎖人 神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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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之類的啊 一直討論 我人可以討論得說 我的個性是 你再沒有聽到就算了 我如果聽到了 神經 有些八卦是你不會在乎 比方說 欸聽說那個 那個什麼 我跟我玩有一腿 那一種的 這種我就不會去解釋 我說這 你是要解釋我 還想要 對 有些八卦 這個例子舉不好了 應該說有些八卦其實是無傷大癌 就沒關係 就比方說聽說迪士尾你昨天贏了三四萬塊 打碰就還好不會傷到 所以我覺得還好 那就叫你要請客 明明沒贏錢你要請客 這一起討論竟然占這麼高 百分之三十是討論到自己的時候 你是沒有辦法接受 像我之前就有這個親生的例子 就是有人拿我的照片在臉書又開了一個版 然後就 就陌生人太白了 對 然後就是他逆稱不是我的照片 然後他的那個狀況就是 因為你百貨圈其實很小嘛 那剛剛那個狀況就像志偉哥最早剛剛講 就是有人在裡面很這樣子 起訴起訴然後就覺得說是怎樣 然後就有些人說故意講人家說 欸他私底下都玩很大欸 他都在那邊就拔妹什麼什麼之類 然後我就想說我就不是這樣啊 然後我就直接過去問他說 那消息到底是哪來的 而且這個非常嚴重 然後就說 你不是私下都在約哪個貴的妹 或怎樣怎樣怎樣什麼之類的嗎 然後後來就一看那個東西才原來知道說 那根本就不是我 是人家拿我照片下去開了一個版 然後最後我就出來澄清 然後我們還去報那個網路警察 網路警察 網路警察有用嗎 那是真的 沒有我不知道後來沒有 因為我去做國際的話 你殺頭有ID 所以他就把他反關起來了 可是後來是沒有效 可是 網路警察是可以有辦法調的嗎 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 因為他調ID的話 真的有可能 你知道那個 我們那個資深主播聖竹魯啊 他的臉也有人弄他的照片成一個臉書 有 上面還說他真女友欸 有 真的假的 真的他自己看都覺得說 還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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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麼時候 我開臉書 瘋狂嗎 不過我們今天最後喔 維維老師 幫我們用星座的角度來看 哪個星座的人是八卦終結者 他是四者 對 今天常論了這麼多 可是你有八卦好想講 就告訴這三個就好了 因為這三個是安全的 我們來看呢 第三名呢 你絕對可以告訴天蝦 天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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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蝦會名字嗎 天蝦寶身 而且他不動身色 而且最厲害的是天蝦座還會說 是嗎 有這回事嗎 是這樣嗎 然後他的表情都不會改變 對 第三名喔 所以這種人呢 雖然是陰沉鬼啦 但是他的 天蝦 天蝦 因為他怕害 除非他有目的性 他可能才會利用這個八卦去做某件事 但基本上蠻值得信任 你也可以找處女座 處女座 處女座是隱藏的 對 處女座是這樣 假設大家講黑人類的壞話 對 對 有一句 mil lord 文文皆 Ouais 簡稱文文 對 他就是那個時候 他會 比如說大家都想聽fredo 他覺得是不對的 但是他又不講 他就會說 呃其實也許不是這樣吧 或者說 也許 根據我的瞭解 好像不一定是如此喔 也許他那天累了吧 他就是會委婉的講 但是他不參與其中 或者是他會說 呃你是不是該聽聽別人的說法 現在會盡量在自身事外的地方 救一下火 但是又慢慢的跳出拳子来 最值得信赖的八卦终结者 就是金牛座 金牛座 好宗言紧 金牛座 好赞 什么话到他那天就停了 有一些秘密呢 锁在新锁里 会跟我一起敬在棺材里 而且金牛座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他不动声色之外 他也面无表情 甚至于他会一副 跟人家都不熟的样子 他莫放一些 而且金牛座的细性其实没有那么好 有时他一定会忘记 对 对 对 真的 真的 是忘记 真的 你知道吗 他再来接一接一接 有的心做失失 是忘了对 是运信什么的 对 而且我去黑眼镜很怪 因为我录那么多其他都很嗨 后来讲到最后他整个闷掉 他都不讲话 有很明显 有没有 然后他整个闷掉 因为我被你的父子的吓动 不是 然后那个脸完全没有表情 然后就有点叉叉 有没有 真的怪怪的 他就是恐怖眼睛 对 所以我就说他真的有 很准怪 而且你知道其他星座是那种三分化讲成三十分 但金牛座是觉得说如果一分的事情我就讲一分 所以他其实假设有一天他真的要讲个八卦 他也是非常的紧张 他会很注意那个用字前提 是去年八月离婚还是去年二月离婚 他会去纠结说 我不是很确定时间 但好像就是离婚 他会讲的这么精准的 前三名有两名是土象星座 对对 像八月离婚也是为土象星座 对 对摸姐也是很恐怖心 说这个我觉得是惊艳之堪了 永远相信你自己看到的 而且不要先入为主的去看一个人 真的 这个人缘才会好 真的 在判断上面 我反正职场上有人就有是非 对 八卦的利用还是要小心 你自己惹惑伤身为了 自己要小心啊 HONER 你越老越疯狂 别剧本了 谢谢四位谢谢 对 对 中文字幕——YK